第八百二十八集 杀戮如狂 钱家家主飞速后退 惊慌的叫道 帝君大人 这件事情可能有误会 他额头上已经是冷汗沉沉 又急又怕 做梦也想不到 眼前那个根本看不出修为的少年 居然是一位剑中帝君 自己的家族最高的不过是军级三四品 只是很小的小家族 如何能抵挡一位剑中帝君呢 这一刻 他心中已经迅速的没有了报酬的念头 误会 嘿嘿 我跟你妈也有误会 妈的 在这种时候居然来说误会 楚洋真是差点被他气乐了 手掌一身 一声渐鸣 一柄寒光闪烁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 手起一剑 一刀寒光闪过 一颗人头 几里咕噜的落在地上 雪光中 楚洋杀鸡大赤 再也不留守 冷喝一声 黑衣如云飘动 已经冲向了人群 五大家族的人都是疯狂的冲上来 刀剑其落 楚洋 楚洋飞起一脚 身前那个已经无头的尸体被他一脚踹了出去 然后就冲了上去 迎着滚滚人群 在这一刻 他将一柄细而薄而脆的长剑 轮圆了竟然当成大刀来使 举手一剑就是一颗人头 接着一脚无头尸体踢飞 再一剑 又是一颗人头 又一脚 一具无头尸体 又被踢飞 顿时 整个大街上 如同是突然打翻了一个西瓜摊子 无数的人头 滴溜溜的在地上滚来滚去 随着战斗的进行 大家疯狂的闪转腾挪 一颗又一颗的人头 就被踢的这边滚来那边滚去 但是就算被踢了出去 也马上会有新的人头掉落下来 楚阳杀敌满意 眼神中却越来越冷静 他的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敌人 但他闪转腾挪着灵活之急 一剑又一剑的剁下一颗又一颗头颅 左冲又突 杀到哪边 哪边就是一片惨乎 一片血浪 他并不发什么绝招 只是这么干净利落的剁头 除了剁脑袋 别的地方他一概不动 我说过 要让你们一个个成为残缺不全的鬼 他一袭黑衣 鬼魅一般飘动 一剑又一剑 一剑又一剑 咕噜噜 咕噜噜 地上的人头一颗又一颗 地上的鲜血 一滩又一滩 什么叫血流成河 或者这就是了吧 这刀黑衣人影虽然是在被包围之中 但是却无人能够进到他身前三步之内 每个冲上来的人 都是在第一时间被剁到脑袋 踢飞尸体 这样恐怖的场面 普通人一生中哪里能够见得着 两边远远的人群不断的发出惊呼的声音 不少人下的脸色煞白 浑身素素颤抖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离开 没有一个人闭上眼睛 一个个儿都是眼睛瞪得大大的 虽然恐惧的快要晕过去 但是眼中脸上却是一片片的快意 杀得好啊 杀得太过瘾了 这帮恶棍早就该有人来整治他们 有不少人面对着滚滚雪浪遍地尸体跪了下来 一个个儿泪流满面的乞讨 女儿啊 你可以瞑目了 已经有恩人为你报了仇了 恩人为你学了尺了 你还是我清清白白的女儿啊 儿子 你可以安心了 那曾经侮辱你的人 打杀你的人 如今遭到更残酷的打杀了 他们连完整的尸体都没有 就算在地下相见 你也远比他们要光彩得多啊 老婆 你可以放心了 自从你走后 咱们家里愁云惨物 女儿才七八岁 你临死前还在担心 莫要让女儿也被那帮禽兽欺辱 如今 你放心吧 这帮混蛋已经死了 你孤身一人在地下 千万要记住 若是遇到一帮无头鬼 要躲得远远的 他们就是那帮恶人 一片惨户之中 楚阳用剑砍得够了 突然飞升而起 一脚踢在一名大汉的脑袋上 尽其所致 一颗脑袋砰的爆裂 身子油尾落地 又是一脚 踢在另一位大汉脑袋上 砰的一声 又是一个爆裂 连连在空中飞起了九脚 九颗人头就变成了杂烂的吸管 一帮砸水 今日本少爷 若是让你们留下一个全尸 本少爷从此不再行走江湖 人头滚滚血浪翻涌 一片嚎叫之中 楚阳冷漠 而又残酷的声音 淡淡响起 任何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黑衣少年 以一己之力 对付面前的数百人 竟然是游刃有余 身前压力 突然大起来 几条人影鬼魅一般飞出 夹载在人群中疯狂进攻 楚阳眼睛一亮 军级高手 到现在你们终于舍得出来了吗 他长剑一展 顿时剑气四翼 硬碰硬的赢了上去 对面四五人 眼中露出凝笑 就算你是剑中帝君 如此硬碰硬 也绝不是我们五六人合力的对手 这是力气的碰撞 并不是你剑中帝君擅长的剑招交战 楚阳看出来他们眼中得意 心中一声冷笑 赞然说道 这不是力气的碰撞 这是你们在找死 说话间五六柄长剑迅速的撞在一起 出乎那几个人预料 自己的长剑一接触到那柄寒光闪闪的剑之后 突然间就好像变成了豆腐一般 擦的一声清响 就变成了两截 一时间心胆俱寒 亡魂皆冒 一股极度的危机感吸上心头 大叫一声就要后退 但是 晚了 楚阳哈哈打笑 突然跃起 长剑突然变成大刀 急如闪电连批五刀 这五刀下去 五颗人头一瞬间整齐的从各自的脑袋上掉落下地 五位军机高手的搏枪中 同时窜出一道浑圆雪柱 直冲上天空十来丈 就像五道绚丽的彩虹 楚阳连看也不看 身子急退 左一剑右一剑 连续砍下两颗人头 踢出两脚 两颗人头被踢得飞出来 狠狠地撞在另外冲上两个人的人头上 砰砰两声 四颗人头一起爆裂 而楚阳这边右手剑砍 左手拳打 两只脚旋风一般来回轮动 又已经有十几个人 被他不是砍到脑袋 就是打碎了脑袋 或者是踢爆了脑袋 这些坚硬的人头骨 在他的手脚之下就像是豆腐一般 毫无半点硬度 前家家主连连后退 脸上已经毫无血色 看着身前不远处的一颗头颅 脸色惨白 那是李家家主的人头 就在刚才 从树杖外 不知道被人踢了多少脚 才滚到他的脚下 他现在心中已经是满是恐惧 做梦也想不到 儿子招来的竟然是 如此巨大的一个麻烦 看到了对方的血腥手段 他知道 对方口中所说的灭族 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对方绝对做得出来 因为对方杀人 杀得甚至很快乐 心情大好 五大家族在这里聚集了 足足三百人 可是现在已经不到一百 数十丈的长节 已经全是鲜血铺满 地面上甚至很少有地方 能够看出原本的颜色 荣誉的血腥气冲销而起 盘旋在上空久久不散 前家家主两眼恐慌的四处看着 希望能够找到一根救命稻草 要是再这么下去 自己绝对完了 突然眼前一亮 他终于看到希望 那就是正在远远的看着这场杀戮的 一大一小两个女子 此刻正压接了几位顽固 站在远方 几位公子哥 此刻已经下得前后失镜 看着鲜血一滩一滩的抛洒出来 人头一个个滴溜溜的在地上滚来滚去 都是心中恐惧的不能自已 藏天啊 这番大祸是我们惹出来的吗 不就是玩几个女人吗 居然会惹出这么大的祸来啊 这边 前家主却大喜过往 那两个女人一看就知道 没有修为在身 而这个杀神 此刻正忙着杀人 居然没有注意到自己 太好了 天赐良机啊 只要将那两个女人掌握在手里头 主动就到了手里啊 他飞升而起 闪电一般的狂冲过去 眼中带着深切的兴奋 他不敢面对楚洋这个剑中帝君 却正面的对上了紫邪情 这位更加恐怖一万倍的人 而他现在 见到楚洋居然似乎没有发现自己 更是心中大喜 一张嘴裂开 已经几乎是发自心底的笑了起来 楚洋分明用眼角的余光 注意到这位前家家主的行动 可是却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根本不管 也不加以阻拦 混账东西 你马上就会知道你错得多么离谱啊 本少爷充其量只是个刽子手 你找的那位 那却绝对是个远古的魔王啊 去吧去吧 去碰个头破血流吧 前家主深入闪电 快入飘风 顺顺利利的就来到紫邪情面前 说句实话 这种顺利是他绝对没想到的 真是天咒我眼 他脸上露出一丝宁笑 心中已经在想着 只要这两个女人到手了 那小子受我胁迫 我该如何如何 正要下手呢 却见到两个女人一大一小都对自己亲切的笑着 小的那个一双眼睛弯成了可爱的月牙都眯了起来 甚至嘴边的小兔牙也露出一点点来 大的那个看着自己温柔的笑着 就像一只看到了鸡的狐狸 前家主有些发懵 我是来抓你们的 你们笑什么呀 莫非这一大一小两个女人 是两个白痴不成啊 但是下一刻他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大喝一声 两个健备 他本想说 给我滚过来 但话到嘴边 就突然觉得头脑猛的一晕 不知怎么的居然变成这样一句话 两个健备 你们在笑什么 啊啊啊 嗯 嗯 暗中几位执法者早在注意 此刻见情况不妙 立即就要跳出来保护这两个女子 有诗特使的家眷在这里 在自己眼皮底下要是出了事 那自己这帮人可就真的不用混了 看这位特使大人杀人杀得多么熟手啊 可大家刚要出手 就听到这样一句话 顿时本来已经跃起的身体 一口气顿时泻了 狼狈不堪的摔下地来 直摔得浑身疼痛 还是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 看着前家主凶神恶杀的冲上前去 然后张口就大骂了一句 但接着就一下子温柔起来 甚至还做出一副摇头摆尾的样子 用醉醉肉麻的口气 说出了一句话来 你们在笑什么 哈哈 几位执法者只觉得天雷阵阵 照着自己头皮轰下来 一时间浑身寒毛直树 毛骨悚然 尤其是说这句话的还是个老头子 那就更加的匪夷所思了 相比较于执法者们的震惊 前家主更加震惊到几乎崩溃的地步 他心中分明想的是那个 嘴里头却清晰的说出了这个 他清清楚楚的听见自己嘴里冒出一句话 顿时就愣了 一把捂住自己的嘴巴 惊恐的停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 楚乐有趣的看着前家主 就像看一个耍猴戏的 紫邪情淡淡的笑着看着他 目光却是寒冷如冰 寒礼如刀 对着从上到下无耻的一家子 紫邪情作为女人 比楚阳更加痛恨的多 只有女人才能明白女人的苦 也只有女人才能体会 这些人所做下的暴行 是如何的可恶 如何的不可原谅 第828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